辩论会之后呢 民调都出炉了 我们就先来看到的是 这个是来自友台的民调 针对从昨天下午的四点半 到晚上的七点半进行的一个最新民调 看完辩论会后 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 也可以写下来 我们就先来看到这个媒体的民调了 赖销配的支持度下滑了 目前是33% 那么侯康配的支持度也是稍微下滑 30% 但是柯英配呢 微幅上升 目前来到24% 那到底有没有在收看 总统的这个辩论会呢 有收看的占比是32% 换算下来这个数字大概是625万人 但没有收看的其实也是居多 可能廉价嘛 大家跑出去玩了 没有收看占比68% 但是没有收看的朋友不要担心 我们中天新闻有回看 欢迎大家等一下我们新闻过后呢 来我们的这个中天新闻的回看 来看昨天精彩的电视辩论会 那么电视辩论会完结束以后 您认为表现最好的是谁 赖清德33% 何友宜24% 柯文哲24% 因为19%的民众可能没有看 所以就是不知道了 但是其实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这个政大教授 黄奎博教授 黄奎博教授 他说赖清德持续给对手贴标签 他就是给何友宜贴标签嘛 你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 强调对民进党污名化 9月2日共识啊 但是国民党上下 可惜啦 没有长期的积极的 清楚的反制 民进党的抹黑论述 所以短时间内 你要唤起民众的正确认识偏难 那他也认为说 赖清德他自我感觉稍微良好 他认为自己是三位 三位这个候选人当中的 风险最低的 柯文哲曾经说啊 自己是这个反对去中化 但是他的立场有点摇摆 因为他又说 他自己是深率起家 那看完整场辩论会之后呢 郭正亮说 很有意的表现哦 比他之前预期的还要好哦 尤其在结论的这个演讲 他觉得整个架构是很完整的 那是加分的 那至于柯文哲 他认为有点可惜啦 结尾呢 有点有气无力 那黄耀明说呢 今天所有的敏感议题 他观察到了 这个赖清德呢 通通在打个模糊仗 通通来个打太极 那通通来避谈 所以呢 你从到尾 你就只有这一张 也是唯一的一张 抗中保台牌 那你想要打的 其实就是拱固自己的 基本盘把了 那你能够 那撩起中间选民的心吗 这个是打上大问号了 13号当天才会揭晓了 那13号当天 你会去投票吗 如果会去投票的 也欢迎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聊天室留言 不会去的 也写下原因 可能是住太原等等之类的 来看看哦 会去投票吗 尤其是在听完辩论会之后哦 61%的民众说会去投票 21%的民众可能会去吧 有时清就去 那么13%的民众表明不会去 还有5%的民众呢 可能要看当天的状况了 但是有一个插曲出现了 这位友台的这个知名的资深主持人被骂 为什么要被骂 他被何启胜骂 因为他在这个媒体结论的时候 他问了一个问题 但是其实问问题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他的语气跟用词 对于这个资深媒体人来说 其实有点轻浮了 他说我想请教侯友宜先生 你的两岸共识 也是谋求两岸统一吗 你不要再讲宪法了哦 好这句话可能语气跟用词 在看在这个资深媒体人何启胜眼里 他认为其实有点不太对 有点不太妙 怎么说 因为他说呢 其实你用这样的语气 有点轻浮 这个态度不太好 而且尤其这是一个公办电视辩论会 全国都在看 显露你对该位候选人的一个轻蔑态度 那身为这个媒体人 你摒弃了自己客观公正的立场 那甘愿成为执政党政府的鹰爪犬牙 用字也是还蛮重的 也就是代表说何启胜他生气了 好那接上来这个时间 我们就要来问大前哥了 其实我们除了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主持人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他是用比较 用这样子的用词啦 可能比较不太精确 对于资深媒体人来说 他觉得不OK之外 其实在整场的这个记者会上 柯文哲呢 他也时常自比这个过去的讲味水 那他在讲到自己的这个老家农地的时候 还就咳了好几声 然后就是觉得对不起他的父亲 因为他父亲希望他当的是新竹医院的院长 等等等嘛 他觉得他自己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侯友宜呢 则是其实他的态度呢 有点软化 为什么他递出了橄榄枝 那他也说认为 这整场的这个选举 他认为说 其实就算蓝白后来没有合 可是其实未来 或许有机会合作 其实所以他其实他对柯文哲 敌意是没有那么重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都递出橄榄枝 是希望是和平的 那我们想问问 您怎么看呢 对我想刚才若鱼给大家提供了在辩论会之后的这个最新民调 这个民调数字就跟先前我们所看到的民调 其实差距变化并不大 那么现在就是在于这个赖清德跟侯友宜 他的这个差距大概就在3%到5% 就赖消费跟侯康费的这个差距 一直在过去这段时间 大概都是在3到5%之间进行震荡 那么看起来现在的柯盈费 当然在这个极起直追 但是距离第二名的侯康费 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差距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民调的格局之下 大家不难可以看到几个变化 就第一个变化 是这个刚才若鱼有提到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杨明 黄杨明媒体人所提出来的他的看法 大家就会发现赖清德 现在所谓的赖消费 越来越向基本盘靠拢了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向基本盘靠拢呢 因为随着这个投票的时间的接近 他们认清了几个事实 就是说第一个事实 他们原本想要呼隆的 所谓中华民国派的这批选票 恐怕呼隆不到 就是因为从这个蔡英文执政的这8年 民进党干净了所有 在消灭中华民国的事情 这个时候忽然说他热爱中华民国 大概也不太可能有人相信 那么第二个重点就在于说 他们原本 那么希望维持一个中间的色彩 是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年轻世代 跟中间选民的支持 但是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 在过去这8年 也已经看破了民进党的手脚了 所以这个所谓的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 要么就是支持兰营的侯康培 要么就大部分就集中在柯营培的 这个民众党的这个旗帜之下了 也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在怎么演 他们大概也很难争取到年轻世代 跟中间选民的选票了 所以大家就不难发现说 赖清德现在连演都懒得演了 那么不时的就不小心的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包含在这次辩论会里头 又再次祭出了他这个抗中保台牌 开始要来这个卖芒果干了 那么但是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就不难可以发现 其实赖清德跟萧美琴这组合 他们已经是打定主意 吃了很多铁的心了 他们就算是只有40% 或者是这个38%到40%这段期间 这个这样的一个纤维的 还没有绝对多数 可能只有相对多数的领先 他们认为他们只要能赢就好了 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了 他们现在只要把他们的基本盘 巩固起来就好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 大家就会发现所谓的赖消费 就民进党阵营这组候选人 他们会持续的在凝聚他们的基本盘 他们的基本盘只要能够巩固住 他们认为些微多数能够获胜即可 那么想要追求所谓的绝对多数的过半 恐怕很困难 那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 这个侯康佩如果要能够胜选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在剩下的这一段时间里 能不能够跨越这个3%到5%的天线 那么现在国民党阵营 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他们也知道 这3%到5% 像我们现在这样一票一票的拉 太辛苦了 3%到5%大概就是50到80万票选票 那么要拿到这个50到80万 这一块选票呢 你要嘛就是从这个赖萧佩去争取 可是赖萧佩现在只剩下他们的生命 基本盘了是铁板一块要争取到很难 所以你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希望在选举的最后关头 这个支持其他的候选人的这些选民 能够再意识到他支持的对象 没有办法当选的情况之下 要不要集中选票先拉下民进党 现在这是重要的关键了 当然这个关键的因素掌握在很多候选人的手上 包含这个侯康佩 他们能不能够对民众党释出足够的善意 能不能够化解掉过去在这个蓝白分 然后这个蓝白分了之后 又这段期间彼此的一些这个矛盾 彼此的一些这个冲突 能不能把这些东西都化解掉 都淡化下来 让这个彼此的支持者 能够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一起努力 这个这个在现在不难 大家可以在昨天的这个辩论会头看到 侯友宜已经递出了橄榄枝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他不只是递给柯文哲 他当然还要递给所谓 所有支持柯文哲的选民 就是希望大家重新认真考虑了 就是这个时刻 如果侯友宜跟柯文哲都不错 那么大家要不要集中选票 支持一组可以赢的人就好了 那至少先把赖萧佩拉下来 总比最后大家这个彼此的支持者 大家都支持了原本的候选人 可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因为分裂 而便宜了民进党 那当然同样第二个关键的因素 就在于说 这个橄榄枝递出来之后 不管是对他的选民 或者是对这个柯文哲来说 他们有没有接受到 那么在最后的这段期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了 就当然如果在选举的前夕 候选人能够做出具体的动作跟呼吁 或者是这个自己的选民最后再判定说 要拉下民进党为第一主要目标 而愿意启动气保 所谓的选民自动气保的话 那么当然这场选战 未来的十几天还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现在这个三到五% 其实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天险了 那么这个天险接下来就要看 这个侯康佩跟这个柯营佩 要怎么来因应这样的一个状况 要怎么样来克服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结尾的差距 那但是从刚才我们的民调 看到的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其实真正在收看电视辩论会 大概只有32%的人 那这个大家也不意外 因为各位知道 这段时间都是过年的年假期间 就是这个元旦的这个廉假期间 所以你说叫大家坐在家里 乖乖的看这个电视 总统电视辩论会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在这个时刻还愿意放弃 这个假期的活动 来收看这个电视辩论会的 这些观众 显然就是所谓的 我们的这个蓝绿的基本盘 就是所谓的传统选民了 所以因此在这个传统选民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不难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为止 在民调之后 这个大家对于这个 这个辩论之后 大家在民调上 对于辩论表现的这些反应 是具有参考意义 但是大家也不必太在意的原因 就是因为事实上 真正能有看的这个选民的人数 是极为有限的 那么而且又是以传统选民为主 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满意度 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你说是不是就一定化为支持度 恐怕也未必如此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